恒指公司下周推出科技指数。大行相信新指数将可以吸引更多资金配置科技股。 科技指数准成份股昨日集体大爆发。ATMX股价飙5%至8%。单日市值暴增8780亿元,部分准成份股股价涨幅更超过一成。 分析员直言,现时难以估计ATMX进一步再向上空间。 投资者适宜选择一,两只股份旁身,当中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直拨空间最大。 在科技股领均下,恒指昨日大涨577点。以全日高位报收,大公报记者周保森,恒指公司下周一推出恒生科技指数。 中信证券认为,新指数实为顺应科技产业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,并且撤合港股市场结构及投资需求的变化。 相信指数推出后,资金将会提高对港股科技龙头股的配置比重。 花旗同样认为,新指数料可提升市场对科技股的兴趣。 顾及与科技股增持评级。 中信证券建议关注腾讯00700、阿里巴巴。 美团03690,小米01810,京东09618,金碟国际00268等股份。 花旗同样认为,阿里巴巴,并看好阿里健康00241,及非科技指数成份股的终生制约01177。 大行吹起集结号。资金昨日一勇而想数入科技指数准成份股。 腾讯股价应升标高7.9%。收报564元。 准备挑战历史高位,阿里巴巴股价升7.2%。 报564元,美团股价抽高8.8%。 报205元。小米01810股价升4.9%。 报16.6元。经此一仗。ATMX市值大增8780亿元。 其他准成份股方面。金碟国际00268股价破顶升14.3%。 报20.7元。华虹半导体01347股价升14.1%。 报31.5元。不过。发出刑警的粤文集团00772股价亦市跌3%。 报54.8元。第一上海首席策略施业上致称。 新经济股昨日获得多项催化消息。包括美国纳指周一创历史新高,蚂蚁集团计划来港上市,ATMX在8月份有机会获纳入行指,以及科技股指数即将推出等。 他称,目前很难判断ATMX股价短线潜在升幅。但总体新经济适合长线持有。投资者若想短线操作。 稳阵支损是腾讯。因为腾讯下月公布贵迹。成绩表现应有保证。轮到找尋潜在升幅最大股份。 阿里巴巴是最直博。因其下蚂蚁集团将于下半年招股。料可吹化阿里巴巴股价向上。 经华山一研究部主管彭伟申直言。虽然科技指数准成份股作入标高。但投资者仍可以跟进。 适宜挑选一,两只股份旁身。投资者可考虑平安好医生。 月文。对于市场担心科技指数下周问世后。资金或会趁好消息沽售科技股。 行为新派定心丸。认为指数推出后。本地券商料会推出相关衍生工具。反而会使到科技指数成份股越炒越劲。 至于整体大市表现。受惠科技股大仗。恒指昨日急升577点。收市报25635点。 国指升150点。报10445点。 限制视频室。 ivalent流行数。 同地刀工具有什么目的? 相对于学习科技股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